这友情也太感人了吧 刚开始觉得她是个蠢货 相处久了呢 就发觉她有很多 很多地方值得去学习的 先生 您点的菜已经准备好了 请二位用餐 走吧 谢谢 二位慢用 谢谢 谢谢 开灯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带我体验生活里 不一样的乐趣 让我的不安少了很多 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你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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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看看 你带我 我来 你带我去看看 浪漫一次 不管是公主甜蜜似的 老夫老妻似的 显示不显示的 这都不重要 但重要的是 你要为她浪漫一次 你说你爸妈 把你生得这么帅 你天天戴个面罩 多没意思啊 是不是 用你的霸道 融化她的心 加油 你 不喜欢吗 不是 我 我是已经 脱带购买了 看吧看吧 被我说中了吧 但是你送给我的这一本 我更喜欢 休养这段时间 别想太多 就好好地 做一个沉直的女朋友 好吗 来 赶快吃 来 来来来来 慢点 来 谢谢 换我当你的服务生 来 请慢用 嗯 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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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喝好吃啊 真的很好吃 来 是小颜 是小颜 真的是小颜 你叫杨海英 那我师兄现在好吗 你们现在住哪里 我 我爸他 已经去世了 二十年前 他眼睛受伤之后 被赶出了国家队 并带我流浪街头 拿零空挣钱 一拿到钱之后 他去喝酒交出 最后 肝硬化去世了 他临死之前 一直死抓着 这个破洞的面朝不放 嘴里一直念着 师父 对不起 小颜 你怎么那么傻啊 为什么你歌手折磨 就是不愿意回来的 那你爸爸去世以后 你的生活怎么办 那你爸爸去世以后 我爸去世以后 他在熟光队 唯一的朋友 李哲秀收养了我 他也叫我学姐 但从来不告诉我 我的神势 直到前几天 父亲寄日的时候 他酒喝多了 才脱好出当年发生的事情 当年那时 我教你基建 不是为了让你代表别的国家 拿着剑指着自己人 但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徒弟啊 你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 我就立即在此清理门户 免得传出去丢人 我妻子 上回 走了 死在宅台上 死在宅台上 当时医生问他 说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他想都没想就说 保孩子 他明知道女儿有新天性心脏病 可是他丝毫都没有犹豫 可是他丝毫都没有犹豫 我觉得我是个自私的男人 这些年来心里只有见到 为了我的事丝毫都没有犹豫 扇毁跟着我 从曙光队来到孟治队 他放弃了一切 放弃了自己的身份 如今他走了 余 我把省里吃的 你